IBM 高通这些呢 前两三天其实跌得很重的 直到今天才见到 红K棒涨起来不再破底了 所以回到接着的第一张字卡 苹果明明就是有大好消息的 是新机要推 昨天我们掌握到的 它缩减资本支出了 那今天涨起来 这个立功又不见了 我想应该说 大家不要过度去解图它了 因为第三季的财报 减资本支出呢 原本就是在预期当中 因为我新机9月底 10月份才要推出来 我云州当然不会跳上来啊 而且呢 他也预期说 我iPhone 6s一定没有卖 iPhone 6卖得那么好 我也猜得到啊 因为刚才一年而已嘛 所以呢换季的力道没那么强 它减少资本支出 让公司赚得更多钱一点 对 我认同 而且他还对外说 我虽然缩减资本支出 但是呢 我在那个生产流程当中 我的技术 包括我的速度 这个是拉高很多的 对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的瓶盖股 你不要去那么担心说 第三季的状况 会很差很差 不会 我们的相关领主线 一定会比第二季好很多 所以未来台股的重心呢 可能还是要看 瓶盖股身上 不过讲到瓶盖股啊 成龙插播一下吧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瓶盖股 你知道有多重要吗 不认涨或跌哦 是不是又转到了苹果派 是不是又转到了苹果派 苹果大概两到三层市场上的人 都在做苹果派 会不会结构有点失衡 因为现在股票市场里面 真的可以投资的 就只剩苹果派啊 好 虽然苹果本身减资本支出 并不代表苹果概念股减资本支出啊 也对 因为苹果又不做生产 对不对 那他下单给那些生产厂商 生产厂商努力的生产就好了嘛 所以我个人还是跟建成的想法是一样 第三季呢 很多的苹果概念股的业绩呢 会比第二季好很多 所以大家不用太会心 所以回归到苹果派 既然大家热 那他对大盘的意义就重大了 刚刚建成说的好 不要对于他资本支出 太过过度的负面解读 显示他新机出货量是在下降的 这是预期当中 苹果派今天多数是红 我假设如果苹果派能够顶住的话 我说如果 那下周行情应该不会那么差吧 就会稳下来了 因为他现在是苹果派是台股的 这个应该说核心的重心 如果说他有补跌的压力的时候 台股当然就要继续跌 因为是你看今天成交量又占了27%了 所以他有多么重要 大家就可想而知 所以只要他有人会稳定下来 对台股再不会再破底 这个几率就比较大一点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 一样跟手机有关系 你苹果还OK啊 但是我看到高通 高通财源 高通问题很大 财报也不好 代表说整个除了平概股 苹果的手机以外 好像其他的手机 Android系统 非平手机的好像有问题 没错 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就总销量递减了 对 所以我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高通的财报 第二季的财报 当然已经公布一两天了 不是很好 都是递减 重点是他第三季的展望更差 我看到出货的晶片 手机晶片就好 第二季是2.25亿颗 第三季我只估计 只有1.7到1.9亿 年减两成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所以难怪我们最近 有些非平阵营的手机零主件 跌得还蛮重的 像联发科 也跌得很重 出息之后就一路跌 多少少跟这个都有关系 那现在高通又出手了 问题又来了 这个高通最新的一个状况 除了二度下修裁测以外 全球要裁员15% 很多 这代表我的状况有问题 而且我减少发3亿美金的 就是股票 就是员工分头的部分 减少发3亿美金 我今天其实在丢这一题 给专家的时候 一直在思索一个状况 高通也是一家大公司 那这么大的公司 它今年全球裁员 一乘五 100个就15个 把它file掉了 这么大的比重 高通我要问的是 建成了 以你的专业思考 高通到底是在 经营层面 经营哦 出了问题呢 还是说高通在技术良率上 出了问题 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我觉得这一波里面 新的高阶的手机晶片 是竞争来看的话 是比较差一点 所以它是市场出了问题 对 它的技术有一个问题 技术有一个问题 市场是最大的问题 骁龙810820 过热的问题 过热的问题 是这一刻让它卖不好 对啊 所以还有一个东西呢 除了这本身技术上的问题以外 就是手机成长那么多年了 饱和了 对 智慧手机高阶的部分饱和了 当然你的高阶 既然没办法继续成长 你的毛利率就掉 营业的状况就开始走下坡 所以它就开始考虑了 我是要把我的晶片 事业还有IP 就是授权的部分 给它拆开来 这个问题就来了 IP授权我继续可以赚钱 但是它获利核心的来源 所以霸龙周刊就讲了 IP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因为我印象中的IP是收权利金的 所以这个高通的IP到底所指的是什么 它可以 我的产品要去 包括一些金元代工各方面的话 我就要收你的权利金 你用到我的技术的话 就收你的权利金 这是IP的定义 其实我们国内有些IP 像创意 智源这种IP 相关的IC设计公司 就靠 它是靠这个 但是它手机 它是最大的一个晶片厂商 所以它收的权利金 当然就很多 那另外一个 它本来的晶片这一块业务 它想把它切开来 分拆 因为销售状况下滑 然后又有很多中国大陆 还有联发科的竞争 它就担心 所以业务下滑情况之下 暴龙周刊就开始讲了 如果说它把它切开来以后 这晶片业务可能被三星吃掉 糟糕 因为三星可以用自己的晶片 对 那我要为了 我高通为了要争取你三星的 这个手机的 给我买 给我买晶片 可能要合作 它霸龙是这么讲的 那如果说 这个晶片业务被三星吃掉了 那对台积电呢 就很不利 因为刚刚瑞涵有提到过 台积电最大的很重要客户 包括了苹果 包括高通 高通占了20%左右 第一大的啦 对 所以呢 会不会影响到 所以大家担心 但是这是霸龙周刊讲的 我觉得他讲的 但是真的那么严重吗 我觉得台积电 它有它的实力存在 我认为冲击性 没那么大 我想金元代工来讲 应该是粮率是比较重要 因为其实过去的半年一年 我们常听到说 这个三星的一个制程 又领先台积电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到最后出来的单子 这个苹果也是给台积电 高通也是给台积电 我想重点在于说 三星本身在高阶的一个半导体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良率还没有到台积电的这个水准 所以说短线纵然有说 这可能未来的晶片的业务 或许三星可能会去抢 但是我觉得也未必 台积电就会因此就把这个当子 就拦出去 高通的晶片业务 大家来抢 三星可能有意愿要去抢 但是会不会真的 高通把这些晶片业务全部让给它 就说不定对不对 对而且重点在于说 未来如果说手机真的是属于那种 竞争业务激烈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成本是唯一考量 没错很重要 成本包括了良率 你手机里面装的晶片 总不能卖出去之后 就动不动就当机了 这就是晶片良率占很大的关键 不过说到美国 比较大涨的个股 除了这几档只跌 有一点点契机之外 还有大家关心的高通 现在有变数 其中还有一个是EUA EUA其实大家不陌生了 它的英文是怎么念呢 安阿末 安阿末 对它就是那个运动机能医 对不对 听说最近哇股价还创新高 它的销售应该说是另外一个Nike 大家把它封成这个封号 已经超过爱迪达等等 其实它业绩非常好 股价也一路要创新高 那我们看到第二季的营收 7.84亿美金 年增29%还不错 你看它EPS好像很低 因为传统产业其实都是这样 但是也比市场上预估来得好 而且它这一次 它上修了全年的营收 一整年都营收 上修到38.4亿美金 表现还不错 那大家又想它的供应链 其实应该火红一段时间 大家锁定非凡应该都很清楚 相关的EUA供应链来看的话 其实今天也有反应 不过有点说基期之前很高 可能大概操作方面的话 虽然第三季是旺季 不过还是要小心 我举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像明旺时就是 相关的一些成衣代工的部分 包括如虹巨阳 这个大家都很熟知 第三季的涨量都OK 但是你看股价之前都是大涨过 然后有一点修正 都有拉回修正 另外呢这个像东隆新也好 这个就是比较上有一点尼龙的部分 股价之前也都反映过 都反映过 你看有些都已经往下拉 往下修正 就是因为它基期太高了 不是说你EUA很好 我一定要跟着涨 或许这边会直稳 但是大家操作方面的话 可能技术面筹码面 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那这些股票里面的话 假设存度最高的应该是得利 得利哦 得利占了三四成左右 优位的定单 其他很多都在个位数 10%以下 所以它的姿态算高的 OK 大家可以看到 纯度越高 它姿态又越高 但是操作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位置太高 假设大盘不是很理想 我怕会有补跌的压力 对对对 可是这层不好意思 我们就拿得利来说好了 我倒是对于操作 有点另类思考 跟您补充 因为现在大盘就是很闷 从苹果派可以振用 大盘的这些比注 两成七 您就知道 现在标准的就是一个 选股不选市的一个天下 挑对股票 您看如果挑UV相关概念股 股价当然都是赚钱的 我的意思是 您刚刚有讲 如果UV 它的长线上来看 也就是走多头 值得期待的话 UV的股价 我们再秀给大家看 因为它是有业绩的 哇天哪 这如果在台股有多好 如果它这个格局 不做改变的话 回到了得利 得利因为它纯度高 所以我的意思是 第一 上升轨道有守住 二 如果在这儿 我真的不敢追 三 好不容易等到它稍微有点稍作休息 是不是在休息的时候 反倒是一个短线承接的好买点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OK 这其实UV的概念股里面 高价是如红巨 你去观察 它会不会继续再涨上去 就会有带动的效果 刚刚瑞昂画那条线真的很棒 上升轨道 对 你要买可以 这边就是关键点 你买了OK 万一跌破了 你就挺损 你损失是有限的 上升轨道跌破 你就把它卖掉 但是守住就是一个买点 对 我觉得基本面当然都OK 但是呢 但是我要强调风险性的问题 假设跌破了 其实该走还是走 形态不对了 有时候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可能是筹码技术面出了问题 的确 感谢建成了 因为这一题很重要 帮您讲得很清楚 赶快进广告楼 回到现场之后 我们关心大盘 大盘有一个重要的点 那就是 我今天从新台币当中看到的 新台币的市场 分先给大家看一看 台币的分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图 走得跟往常 很不太一样 哪不一样 外资 我在第一段 透露出来的讯号 外资不是在卖吗 现在外资是边卖 边出货呢 请小心 待会儿 这个解读给成龙 但是大盘 台股 陆股 选哥帮忙我 另外刚说 挑股票更重要 在这个风雨飘渺的 沉闷盘 怎么办 安全股票怎么找 找老板 好老板 买了它 您就放着吧 安心 好坏老板 挑有方法 极致来自不断的 反复试炼 如同日本JIS 我来不论